如果我们的理解错误的话 我们会用自我去练功夫 去对抗各种境界 来 大家体会 我先讲错误的观念认知 后面再讲正确的 一般所谓他人认为说要解脱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遇到很多的痛苦 这个痛苦原因是在别人是在外境 所以他认为那些果报 这是别人的 问题都出现在别人 好 那别人欺负我 好 那我怎么办 别人不公平 别人不仁不义 反正问题都出现在别人 好 让我处在这个苦海里面 这个自我他就去找一些法门 不居限在佛教 他会去找各种法门 然后来让自己练就十八般无益 他认为我练就十八般无益之后 好 我就可以一一的把那些我看不惯的人 把他们修理掉 我把那些我看不惯的境界 把他摆平 看不惯的人把他摆平 好 我就认为 这样我就能够解脱了 这是一般人 他对于解脱的观念 他是这样的 包括认为 我痛苦是因为我被欺负 我受委屈 好 那我怎么样透过修行 然后打造精神 让我成为金光闪闪的人 让我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这时候没有人敢欺负我 这一种思维的解脱就像 武林高手 那个跆拳道高手或是柔道高手 认为我或是那个拳击高手 认为我有一天我成为称霸世界的这个霸主 没有人敢欺负我 我这样就解脱了 这是一般世间的修行观念方向 但是要知道 你前面的认知错误 你后面你以为说 这样可以真正让你不被欺负 你可以解脱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功夫越厉害 你的世界冲突对立就会越严重 你的敌人也会越多 最初以为可以 我这样冲 用自我去冲 去努力 再怎么苦我都愿意受 然后去努力去奋斗 去接受各种磨炼 以为这样就可以练就一身脱逃功夫 或是练就一身的武功 认为这样就可以解脱 但是到后来 你会发现还是一样 在苦海底边 你会有一时的成就 会有一时的 我这样终于达到我要的那个世界 我报复完成 好 等到有一天 你认为你已经实现你的愿望 但是你也开始在准备后面的更多的恶的果报出现 这种解脱 这个不是真正的解脱 佛教所讲的解脱 大家仔细听 好 因为你观念之间不正确的话 你修个三大阿生其解 你都还解脱不了 你用自我去冲 你修个三大阿生其解 你都还解脱不了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脱 我们要了解一点 我们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成接触 所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行为 所产生的这样的世界 你要解脱 记得 不是外境在束缚我们 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 把我们自己囚禁了 来再仔细听 很好 我们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去打很多的结 然后用很多不正确的认知 形成一个很大的无形的心灵求劳 让我们自己困锁在 我们自己用自我构筑的那个心灵求劳里面 如果你没有去看到这一层 你要迈向解脱就遥遥无期 所谓的三大阿生其解就是这样 三大阿生其解把它转换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 一百亿年 你修个一百亿年 你都未必能够真正的处理苦海解脱自在 如果你观念方向错误是这样 如果你了解 原来我们所谓的苦海 就是我们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然后形成一个无形的心灵求劳 去跟众生处处在打结 你嘴巴讲话在批判别人 跟众生结恶缘就是打了结 这个结就是让你跟众生又形成了一种捆绑 我们用很多错误的观念 把我们自己捆绑住了 我们用很多错误的观念 跟众生在那形成纠缠 这就形成所有的苦海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源头是在我们的观念心态认知 当你了解之后 你才会懂得从这个源头来改变 当你能够从根本源头来改变 一切就好办 这一生这一世就很有可能 好 那怎么去改变 刚才前面也都陆续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 你提到说那个因果方面 如果你用错误的观念 你就是一方面要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你又在不断制造问题 解决一个苦的果 你又播种更多的苦因 你都不知道啊 好 当你了解之后 好 别人认为的苦果 苦的果报 别人在怨天尤人 或是要设法脱逃逃避 我们今天 不脱逃 不逃避 我们如实去面对 那这样这个苦果出现 是好或是不好 好或不好 也是好事啊 为什么 他在帮助我们调整校正 如果你不会学的话 你把这个苦果产生 苦果现象 你认为那是很不好的 你又设法去 怎么去消灾 怎么去对抗 怎么去灭掉它 你没有从这个苦果里面去找出原因的话 一样嘛 你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你怎么处理苦海 你还是会用 继续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再运作 这个解让你逃过 还会继续再用错误的观念 在经营再运作啊 如果你心态改变过来 你知道那个核心问题 好 那这样呢 产生的苦果 你也可以把这个苦的果报 变成为你的正向能量 比如说 别人丢给你很多的垃圾 那一般人就 哦 那这是恶的果报 不好的果报 别人骂你 讲你混蛋 讲你怎么不应该 我们按照过去习性的话 就会反弹反击 或是有些修法 就好了 我们就都承受了 这是我们过去的业报业障了 好了 让他去骂 好 当然这是一种修法 但是这样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吗 如果 面对别人的挑衅 愤怒 骂力 第一 我们能不能来到 不跟境界起舞 你怎么去把这个境界 把这些能量 转换成为正向的能量 如果不行 你就会成为境界的奴隶 跟境界对抗 有人认为 哦 这是果报啊 我们过去什么的果报 好了 我们设法消灾了 或是设法脱逃 你还是没解决事情 要解脱 记得 从心态改变起之后 你可以把所有的逆境顺境 都变成为你 成长的动力 你也可以把垃圾 变成为有机肥料 别人设法要脱逃的 那个污泥 当你心态一转变之后 那个污泥 它不再是肮脏 不再是污垢 它是你生命 要开出美丽莲花 很重要的 有机肥料 所以观念心态的转变很重要啊 佛教讲的 处理苦海还是处在苦海 就是你什么时候把无名转为明啊 你什么时候把错误的观念之间 转变转换过来 你什么时候把错误的心态 转换过来 错误的观念就认为 我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哎呀 生不逢死啊 这是物着恶事啊 我这一朵鲜花下面怎么那么多污泥啊 我多么的高雅的人 我怎么这么倒霉 插在你们这些污泥上面 我要训练出 哎 跟你们这些污泥啊 我不同流何污 我那个世界是多么的清净啊 多么的神圣庄严啊 我们那个世界哪里有那些污泥 你又用自我去构筑一个 你所谓的解脱的世界 那就是二元对立的分类 有一天 当你听文正法之后 你观念心态改变了 你会看到 原来我认为的那个不好的 比如说就像五着恶事 那个污泥 你认为是五着恶事 五着恶事 你认为是污泥 本来设法要脱逃他 要脱离他 才认为我这样修行才能够来到解脱 但二元对立的世界 你找不到真正的虐盘彼岸 当有一天你开启智慧之后 你听完正法开启智慧之后 你会发现到 原来以前我认为不好的境界 我认为恶的果报 就是比如说像那些污泥 你瞧不起 你认为那是不好的 肮脏的 肮脏的 就好像不好的果报 本来要设法脱逃他 逃离他 认为设法要消灭他 那这样我就能够来到所谓的解脱 有一天 你发现原来那是错误的观念 原来那是颠倒梦想 因为你发现 没有那些污泥 哪有我这朵莲花 当你体会到原来我的生命是要这么多 我过去瞧不起或是在厌恶排斥的那些世界 那些境界 在养育我 在护持我 在帮助我成长 当你有一天你体会到的时候 你的生命 才会整个的大转换 才会从过去的颠倒梦想的世界觉醒过来 这时候 如果你悟性够高的话 你当下 你的世界 就能够把整个的分裂的世界 统合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一体的世界 这时候 过去认为不好的因缘果报污泥 在你的世界里面 也都是变成为很神圣 这个不是用一般的练功夫的修法去对抗它 我前面就有讲 你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你想要找到涅槃彼岸 找到解脱 三大二生奇解 当你观念心态改变了 你的认知改变了 你开启智慧了 整个就不一样 解脱到要回馈给大家的 不是代不代业的问题 不是来生才解决的问题 而是这一生 我们什么时候去改变我们的认知 矫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心态 你什么时候能够反观到 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 知见心态 而从中改变 升华提升上来 这个关键 如果你没有去解决 你只是在信仰的世界里面 那个苦海一样无边 而且可能就像刚才所讲的 修个三大阿生奇解 所以要知道 我刚才就提到 苦海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 所构筑出来的世界 重点不在于未来 不在于他方 重点在于 你什么时候 来自敬其意 什么时候 来发现我们的观念之间 是错误 而加以改变调整过来 最重要是改变我们的观念之间心态 那个才是处在苦海或是脉象解脱 很重要的关键分水岭